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下週一起將對價值兩千億美元的 中國商品 克徵百分之十的關稅 不只如此 預計明年一月一號 還會再將稅率調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中國官方昨晚宣布反制措施 將對價值六百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加徵百分之十或五的管稅 第二輪美中貿易戰開打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對兩千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 克徵懲罰性關稅 品項涵蓋電子產品 自行車 海鮮 家具等 從二十四號起克徵百分之十關稅 而且預計明年一月一號 還會再把稅率從百分之十 調至百分之二十五 他們的談判的這個結果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台商的影響絕對是低效於十 十趴關稅 產業供應鏈還能吸收 衝擊不大 不過如果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對台灣資通訊產業影響不小 經濟部長沈榮金表示 近期已對第二輪貿易戰進行評估 台灣可能受影響的產業 包括網通 低階自行車 与資訊業終端產業等 川普十七號一早就連發推文 聲稱關稅政策 不但讓資金和就業機會回歸美國 也讓美國站在談判有利的一方 在中國方面 昨天晚間公布同等反制措施 將對價值六百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加徵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關稅 下週一中午生效 這是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 中國首度沒有採取金額對等的報復措施 美國總統川普則是警告 如果中國敢對美國的農民及勞工 回進關稅報復 美國別無選擇 準備啟動對價值兩千六百七十億美元的 中國產品課稅 對於美中展開第三波的貿易戰 投資人則是不理會 美股全面反彈 三大指數都收高 記者綜合報導